特斯拉VS比亚迪最新情字 2022年12月15日,星期四 一、近期有媒体公开做了一组汽车车身扭转刚度的试验 对比了宝石杰Panamere、奔驰GLS、宝马7系、雷克萨斯RX、比亚迪海豹、凯迪拉克XT5 测试结果表明,在空载测试和载人测试中,只有奔驰GLS、宝马7系、海豹的电动尾箱能够顺利关闭 对于汽车而言,让其在斜坡上一个车轮悬空 自身重量就会让车辆发生横向扭转 扭转刚度越高的车辆发生的形变越小 电动尾箱自然能够顺利关闭 扭转刚度越低的车辆发生的形变越大 就会导致电动尾箱无法正常关闭 很显然,在测试的六款车中 奔驰、GLS、宝马7系、海豹这三款车的扭转刚度更高 奔驰GLS、宝马7系均为售价百万级的豪华车 而海豹的最顶配车型售价为28.68万元 其扭转刚度竟能与百万级豪华车媲美 实在出人意料 阿尔摩根大通近日表示 中国内地汽车股在过去一个月强劲反弹百分之10 摩根大通指出 近期或进入到明年第一季度时 中国内地汽车股或将出现波动 甚至出现回调 在行业中 摩根大通更看好比亚迪 主要是由于该公司良好的盈利 表现及稳健需求的能见度 3.12月12日 比亚迪储能销售中心透露 比亚迪储能产品已覆盖全球六大洲 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储能系统累计出货量超6.5GWH 今年以来 比亚迪储能全球订单总量超14GWH 比亚迪入局储能行业已近15年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打法和路线 为国内外数百个储能项目提供了系统解决方案 4日前 11月份新能源车上保险数据正式出炉 这一数据代表了新车上保险的情况 也就是真正卖出去的新能源车的数量 比亚迪上保险量比公布相售数据少5万辆 5.近期比亚迪签署了4艘9400 2艘7000车位的双燃料汽车滚装船订单 预计2025年开始将付 结合此前比亚迪购买6-8艘7700车位滚装船的计划 我们预计比亚迪将打造至少10-12艘船的船队 按平均每艘船8000车位 每年运输6次测算 预计该批船队运力将达到48-58万辆年 叠加外部运力 预计2025年比亚迪出口运力有望达到100万辆 6.特斯拉大空头 GLG Research分析师戈登约翰逊 Gordon Johnson 周三表示 他预计特斯拉股价到明年年底将跌至其23美元的目标价 约翰逊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我们发现特斯拉只是一家普通的汽车公司 产能超过了他们的销售能力 这位特斯拉空头看到了几个危险信号 包括导致利润率大幅削减的降价 以及美国和中国交付周期的缩短 他补充说 该公司在欧洲的积压订单似乎也将在本季度末消失 7.12月15日消息 美国证交所文件显示 12月15日 马斯克报告出售至少价值35.8亿美元特斯拉股票 8.周三 高盛将特斯拉目标价从305美元下调至235美元 但依旧维持买入评级 因为该银行仍看好特斯拉的长期前景 高盛分析师Mark Delaney在报告中称 我们认为 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成本结构和全面解决方案的领导者 依然在长期增长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我们维持对该股的满入评级 高盛预计 特斯拉今年四季度的交付量将为42万辆 低于之前的44万辆 2023年全年的交付量将为185万辆 低于之前的190万辆 Delaney指出 虽然特斯拉2023年的产能有望达到240万辆左右 但该公司运营的几个地区的宏观指标正在放缓 特斯拉最近的降价和保险激励等措施表明 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面临需求放缓 Delaney称 特斯拉在未来几年有许多积极的成本驱动因素 比如美国德州工厂和德国工厂提升产能 新电池的开发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提供的补贴等 这些可能使成本降低约50% 通胀削减法案规定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消费者购买清洁能源新车可获得最高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 Delaney警告称 马斯克收购推特后 在推特上倾注的经历越来越多 并且涉足政治话题 这将导致特斯拉的品牌变得更加两极分化 Delaney称 如果特斯拉能够证明其需求杠杆和通胀削减法案 能提振未来几个季度的强劲增长和利润率 那么其股价可能会涨到300美元左右 9、12月13日消息 据Europe报道 丰田可能会推迟电动汽车计划 放弃现有的ETNGA平台 转而选择纯电动平台来支持其电动汽车的生产 意味着丰田可能会彻底开启电动化转型 时高盛经济学家最新预测表明 中国有望在2035年超过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巴菲特与路 快乐的秘诀就是不断降低期望值 曾博士解读 我在反复拜读巴菲特自传滚雪球的时候 发现很多并不为大多数巴菲特粉丝知道的生活智慧 在证券市场巴菲特始终是一个快乐工作的人 也是个快乐生活的人 他的成功不仅仅是投资的成功 而是哲学的成功 这样的人生才是完整的 反光我们很多投资人不可谓不勤奋 也不可谓不聪明 但是太过在意市场的短期波动 搞得心乱神迷 甚至很多英年早逝 这是大部分投资人轻到中暑 不重视投资哲学的结果 谢谢大家阅读 支持 订阅 以便我们持续做出更好的节目